贾列婷回应做空FF报告 冷饭热炒 无机之谈 凤凰网科技讯 10月8日消息 Gcapital Research发布了针对Falliday Federal做空报告 针对该做空机构的报告 FF相关人士表示 该报告所述内容严重实施 属于无机之谈 充满大量误导性信息 缺乏逻辑且无事实依据 该相关人士表示 公司自7月22日 东路纳斯达克以来的两个多月时间内 FF在量产交付FF91的进程上已在产品力提升 产品测试 供应链 生产制造 销售 又拓展以及顶级人才招聘等六大领域 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高效推进 有信心在2022年7月 按时高品质交付FF91 对于该做空报告 FF创始人贾跃婷在朋友圈表示 该做空机构言论是冷番热炒 无机之谈 并表示Gcapital维瑟赤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打脸了 对于相当不逆认识致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